大家好,我是眼镜哥 我现在啊,在大东区的东站腹肌 咱来大东区啊,必须得去安排一顿热点糊的麻辣面 这麻辣面呢,就大东区这边做的糊 现在呢,就跟着我去找一家 徐家麻辣面 他家是一家老店了,咱今天在他家吃 哇,这人还不少,人还挺多 看看今天吃点什么,麻辣面12 给我来个麻辣面 特色那个小豆干,给我来一个 好了,就来这两样就行了 咱那来碗微辣的 上回吃啊,微辣的就给我拉口腔 这小拌菜看着都挺有食欲的 面呢,都是现煮的 这面是压的吗?极其压的是吧 面好了,现煮的3分钟 点了一个麻辣面,微辣的 点了个他家特色的,这个是拌的豆干 先拿一口一个麻辣面 这时候有惊讶了,第一口我得慢点吃 不能使劲把你剖了,上回要给我敲溜酱 这麻辣面呢,我刚装上来的时候 上面飘了一层辣椒油的香味,特别香 太行,他家的不是很辣 这个辣也能解决,是那种香辣香辣 面条呢,我刚才问他了,是极其压的 看着呢,有点像挂面 但是吃的还挺新的 我还怕辣,所以买了一个花生露 快来了一个他家特色的拌的小豆干 这小豆干,拌的挺好吃 应该是先过油炸了一遍 然后拌的,也是麻辣味的 这小豆干挺好吃 整的油的,越嚼越香 12分一碗,量还挺大 又辣又麻 烫上面飘了一层小油火 里面的香着有点榨菜 面呢,是现煮的 我刚才掐脚,说了一下 煮的一碗面是二三分钟 尝我看一下这个汤子 汤子的味儿也挺咸的 稍微有点咸一点 哇,也挺辣的 面呢,可以太辣的 微辣的 看那个最辣的 还可以点不辣的 我估计这面条 你点不辣的话 应该是不能太好吃 这越吃越辣 越辣嘛,还越想吃 老贵的 这豆腐盖啊,太累痒了 嗯,还说最后我面 吃饱喝足,一点没剩 碗里啊,剩的全是糖 面的全吃了 他家的麻辣面的味儿啊 做的确实不错 这小豆腐盖拌的也行 有爱吃辣的呢 可以来大家尝一尝 这期视频呢,就拍到这儿了 有喜欢的呢,请关注,点赞,收藏 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谢谢大家